大家好,2020年12月4日第二部视频 最近又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 学生们应该在现在就开始 要找单位,要找工作 为明年一开春这个毕业 打下一个好点的基础 也就是说是希望能够毕业之后有工作 但是今年的这个就业形势呢,格外严峻 为什么?因为受今年的这个疫情影响 上半年那些毕业生工作还没有着落 不要说毕业的学生了 就是这个原来有工作的很多人都处在一种失业状况 经济又不好 创业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行业可以创业 所谓的什么万众创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就是拿老百姓的钱 拿老百姓的这个青春去填中国经济的窟窿 那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现象 就是高校不断的在扩招 高校扩招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上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从上年开始就国家部委、教育部等先后都出了很多文 就是让这个高校扩招 从国务院方面就进行推动 扩招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 能不走向工作岗位而走进学校 让学校能吸纳更多的人 干什么呢? 学习 学习最起码你个两年 短的两年 长的三年四年五年学下去 这样走向就业市场的人就会大量减少 暂缓一下就业压力 更豪豪今年这个疫情影响 这批毕业生没有了很好的阵容就业前景 马上就开始 明年的毕业生又要开始忙起来 又要去找工作 这两届毕业生加起来一千万人口 这一千万的就业实实在在的 又给本来已经雪上加霜的失业 就业大军增加了负担 中国现在失业人口有多少呢? 统计局说是城镇失业人口有个 一直都是在五个点以下吧 今年破天荒说是有五点几的受疫情影响 说得真好听 就在就业年龄里面还能占到 并且把送到边远地区的 毕业生数字作为高校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恐怖吗? 这个是好消息吗? 我就说这算是好消息吧 就是教育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就失业的大军 想出了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呢? 我估计应该是 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 所有经历过中国七十年代那一段 六七十年代那种悲惨岁月的人都知道的 知识青年支援边疆 到基层去发挥价值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好像这些词还是在很多过去的电影视作品啊 还是书籍啊 小说里边还是可以看到的这种口号 这种骗人的口号 那现在已经来了硬性考核 教育部把这个高校 安排毕业生去边远地区的工作情况 去边远地区的毕业生的这个数字 当作对高校考核的重要内容来对待 也就是说你高校事业单位 他理论上自己是没有收录 当然他肯定都是商业化的有收录 除了自己的收录之外 最重要的一块就是财政拨款 也就是说教育部要把给你的财政拨款 和你把多少学生发送到这个边远地区挂钩 也就是说你把更多的学生弄到什么边远地区嘛 什么西藏新疆广西云南内蒙东北黑龙江 这就是边远地区 你把更多的学生骗到那去 你就能多拿这个财政补贴 财政拨款 你如果完成不了 肯定有任务 完成不了任务 你就少拿 你要能超额 做坏事做得更多 把年轻学子骗到那里骗得更多 那你就给你奖励 应该就是下了这么一个文 这下这个文让人想起了谁呀 二百斤呀 二百斤 对吧 当年走山路啊 挑着二百斤不换肩 那天晚上看到有一个笑话挺有意思 就是有人说这个二百斤挑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席包子啊 当知青的时候挑着二百斤担子 走二十里山路不换肩 他不是体力能不能承受的问题 这充分反映了他的智商问题 二百斤担子走二十里山路 都不知道换一换肩 这不是傻吗 我觉得这个网友这个思路 特别跳跃 特别好 从另一个解读一下 不仅是吹牛体力的问题 更是他说明他这一根筋 他这个智商有问题 确实 他现在就是带领全国一根筋的往下走 造成了这个 中国的越来越惨的一个局面 其实也 中共体制也一直如此 也不能说是他 他只不过起了一个加速的作用 中国中共这个政权 不一直是这样奴役残害全国人民吗 甚至现在生出了歹念 要输出专制 输出威权 要统治全球 解放权人类 还不忘初心写进了他的写法 这搞笑 你现在失业大军 又不能对付了 可能是不是 阿伯金又出了主意啊 又想起了他上山下乡 要骗这些人去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你上山下乡行啊 你上山下乡 你当那个什么 县委书记啊 你当县领导啊 二十多岁小伙 你下乡 你就当县级领导 现在好多人 熬一辈子也 当不了什么县级领导 进层公务员 外边多少人也当不了公务员啊 教育部就出这种文件 来骗这些人 还有什么好的政策呢 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很好的政策 其他的呢 就是让你去当兵 当兵增加这个 他的军队 这个技术能力 为以后 他和维护 他这个反动暴政 万一和国外有所摩擦 真打起来 我估计他也没这个太大的胆量 用兵也就用在 也就用在那个什么 所谓的统一 就是残害台湾人民 其他的更多的 我估计也就是用在这个 对内镇压 把枪口对着人民的时候 也能用上 反正就是给他 保证他拿枪杆子 当他的炮灰呗 作为镇压人民的一个力量嘛 这会有很多部分人 还有啊 公务员 他已经没有这么多财政资金了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把公务员的待遇 稍微平均一下 现在有很多地方的 公务员待遇 已经不如原来那么滋润了 公司是不会影响 他们都有 公司是 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 你像那个叫 年底的精神威名奖啊 笑意奖啊 岗位金贴啊 工种补贴啊 海了去了 光一个公积金 有很多公务员拿的 都比普通老百姓 这个月收入都要高 还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街道办 招人 你看这就是公务 打算以这个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扩招 这一块来解决 街道办招人 准备招八个 结果呢 来应聘的呢 竟然全是博士硕士 而且 还都是名秀 有清华北大 你说中国是这些学秀 这些名秀不值钱了呢 还是学生不值钱了呢 还是岗位太稀缺了呢 这就是中国的就业形势 哎 广大天地大有作为 真是年轻人 憨不鲁 趁着年轻 早早的 想办法到国外去求学 在国外学有所成 为国外的民主社会 做一做贡献 不要留在这个国内 留在国内 你看就是 好不容易读到了清华北大 也要削家脑袋 去街道办 当一个狗狗盈盈的小利 做统治人民的工具 做言不由衷的一些事情 整个人生 以后就是一个变态的 唯唯诺诺的 一个失败的人生 真的 哈布鲁趁着年轻 到国外去留学 离开这个 没有前途的国家 拜拜